有一个神秘的东方大国 领导人是老神仙 自认为只有中国勉强能跟他一聘 这个国家神秘而复杂 人口超过中国 没错 这个国家正是印度 印度人骄傲的说 你们中国的伤害只能勉强称作东方的小萌卖 最近印度三哥那可厉害了 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 印度赤印度化 份儿必别想带回家 几乎所有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 都被印度政府以各种名义割了韭菜 印度政府那是相当厉害 一边割国际跨国公司 一边割印度老百姓 那是两手抓两手鹰 除了搞跨国企业 印度对自己本国国民那是更狠 之前印度竟然搞过两次废钞令 直接收割老百姓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资本的黑洞印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印度一直以来被称为资本黑洞 跨国公司的坟场 你别管是哪个国家多牛的跨国企业 进来就得让三哥换着花样给你吃干妈净 什么营商环境 政府心域在印度那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根据印度官方的数据 在印度注册的5000多家跨国公司里面 已经有超过1800多家都跑路了 那些在世界上鼎鼎大名的公司 到了印度是被花式吊打 09年IBM被强行锁税8.6亿美元 2013年诺基亚被强收3.6亿美元 气得诺基亚直接关闭了印度的工厂 2014年韩国三星被罚两个亿 进入这几年跨国公司跑路的速度开始加快了 2020年哈雷摩托退出印度 2021年福特汽车关闭了大部分印度制造业务 2022年荣耀手机撤离印度 2023年曾经遭到打砸抢的苹果代工厂伪创 宣布全面撤出印度 前阵子俄罗斯表示跟印度之前做石油生意 拿到手里的印度卢比他想花都花不出去 给猫子气得够呛 好家伙这印度三哥是真狠 最近轮到小米倒霉了 6月9号印度执法局称 已经向小米技术印度公司 以及小米的分公司 还有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 德意志银行 发出通知 说他们涉嫌违反印度的外汇管理法 对于这个指控 印度当局直接扣押了小米 555亿印度卢比 折合人民币是48个亿 面对印度执法局的指控 小米印度回应称 小米所有的运营活动 都严格遵守印度的法律法规 所有向境外银行支付的费用和账单 都是真实且合法的 小米印度支付的税费 包括一些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费用 对于小米印度公司来说 这些支付都是合法的商业行为 但是印度政府根本就不听你解释 你想 你跟节道的讲道理 那不是白费劲吗 而印度三哥的野心可不仅如此 他们不但要抢钱 还要明抢这些公司的手机产业链 印度政府对中国手机企业提了一大堆霸王条款 必须引进印度合作伙伴 而且印度资本必须得超过51% 也就是印度人必须说了算 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关键岗位 比如说首席执行官 首席财务官 首席运营官 首席技术官 全部得安排成印度三哥 中国人不行 而且手机配件的外包必须指定是印度的企业 除此之外 印度企业还必须垄断分销的渠道 感觉印度的想法就是你中国过来扶贫 建设完之后所有东西都免费送给三哥 三哥才能满意 而印度三哥最绝的事是人家让你进来的时候怎么样都行 大开绿灯 各种优惠跟免税 等你进来做大了 印度三哥开始关门放狗了 十年前中国手机厂商开始进入印度 那个时候印度的手机柴链就是一片沙漠 要杀没杀 中国企业在印度深耕了十年 慢慢的把印度本土的供应链给建起来了 比如这里面做的最大的小米 在印度有七家工厂 员工超过一万人 当时小米进印度的时候 什么合资 印度人当高管 这些要求根本就没有 印度从来都不提 现在看着你搞起来了 人也培养出来了 印度大镰刀就举出来要割韭菜了 印度这么不靠谱的国家 为啥之前这么多的跨国企业要进入印度呢 因为印度从整体全世界来看 经济发展确实算是比较快的 属于典型的又穷又有经济增速 它人口还特别多 由于它巨大的贫富差距 印度能买得起手机跟汽车等高端产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是为什么跨国公司都盯上印度的核心原因 都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 那么想进入一个国家就提前要对它进行布局 而印度的首席部长之前是来中国仔细考察学习过的 他们学了一些关键的经验 最核心的就是市场换技术 只要跨国公司去印度必须建厂子 而且印度人相当会诡辩 你跟他谈法律 他跟你谈道德 你跟他谈道德 他跟你耍流氓 所以一个一个的外国企业陆续都被印度 嘎了大韭菜 而对于中国这些制造业大厂来说 很多都是非常急于出海的 因为国内的市场竞争过于残酷 有点零和博弈的意思了 比如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其实吃掉的是国企合资车的基本盘 而整体中国的汽车销量是开始逐步的萎缩的 所以想做大必须要出海 抢占海外的市场 而海外市场也是良有不齐 欧美虽然很多时间他有点过分 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算是很好的了 毕竟中国跟欧美企业是相互绑定的状态 你如果制裁我的企业 我就制裁你的企业 但是印度这种就很难搞 在中国几乎没有印度的企业 咱们也很少能见到印度的商品 你跟三哥这种滚刀肉 不要连的玩意儿打交道 那真的是太难了 小米这波属实是被坑啥了 不过这给所有的中国企业踢了行 小米用惨痛的代价 告诉大家投资印度的后果 百分之百倍嘎韭菜 利润不但被拿走 本金还要被他惦记 而且三哥强了你 还得骂你是傻叉 这样一来谁还敢投资印度 不过小米这波也不是白牺牲的 因为这次让所有中国企业都看清了印度 莫迪老仙搞的所谓的印度制造 原来就是把外国企业先骗到印度 然后几年的时间一锅端直接名抢 虽然小米这波亏了40个亿 但是为其他中国企业挽回了重大损失 所以中国企业可以说是再也不敢进印度了 以后尤其是建议中国的这些制造业厂商 就在印度的周边 咱们搞点手机代购店 中国制造的代购店 用这种方式向印度卖产品 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能看出来 虽然现在全球化在衰退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巨大经济体量 合作开放的态度 对我们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接纳其他的国家企业来中国发展 同时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走出去 这样我们中国制造才能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了 好了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 别忘记得点个赞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